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 进步 成长 天不会一直下雨 人不可能穷一辈子 也就是说 只要你努力尽力而为 就会有转机 不会一直穷下去 但凡成功人士没有不经历失败的 没有不遭遇困境的 他们之所以成为成功者 都是因为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了 生活中其实真的没有绝境 成功路上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有些人之所以不成功 是因为自己没有正确对待困境 您好 我是邱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天无一月雨 人无一世穷 转机总会出现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以你们而精彩 不管螺丝怎么设计 正向拧不开的时候 反向必定拧得开 山崇水赋 此路不通的时候 换换位 换换心 换换方向往往就通了 想做一番大事业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每一个富翁的财富 都是在伤海中 经历了一番不同寻常的 搏杀得来的 生意的圆满 如同人生的圆满一样 意味着必须走完全程 意味着必须历经千难万险 意味着就算身临绝境 也要咬紧牙关 继续向前奔跑 战斗到最后一刻 不要惧怕失败 即使被踩到泥土中 我们也不能甘心变成泥土 而要成为破土而出的鲜花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中将辉煌 说这番话的人叫于敏洪 是新东方的一笑之掌 在从一个北大教师 到一个个体户的过程中 于敏洪可算是经历了一番折腾 用他的话说 好像他把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经历了 把一生中的挫折都尝过了 当年 在北大教了四年书的于敏洪 看到他昔日的同学 朋友都相继出国了 他的心里也蠢蠢欲动起来 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出国的事情 遗憾的是 在努力了三年半后 他的留学梦仍然无情告吹了 为了生计 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 于敏洪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 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 他逐渐地感觉自己离那个出国梦一天一天地近了 1990年一个飘落着细雨的秋夜 正当于敏洪和他的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 聊着家常 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时 北大的高音喇叭响了 宣布了学校对他的处分决定 学校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 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 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北大的这种礼遇 让于敏洪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 他颜面扫地 只得选择离开 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被逼上两山 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一介书生 就此迈进江湖 提起自己的成功 和自己往日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经历 于敏洪说 当一个人在绝境中为生存而奋斗时 他做什么都不会感到有心理障碍的 这就是于敏洪成功的理由 从最粗糙 最低级 最简单的事情开始 点点滴滴地做起 不在乎是人的眼光与评价 即使身处绝境依然前行 不抛弃不放弃 坚持到底 慢慢创业路 如同在茫茫海上航行 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也有风浪袭头的时候 所以 创业中总是伴随着困难和挫折 那些能够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人 财富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 相反 那些面对挫折 一蹶不振的人 永远也无法到达胜利的彼岸 生活中的挫折是考验我们的创业意志是否坚强的一个重要标准 成功历来只青睐那些即使面对绝境绝不屈服 绝不放弃的人 雅诗兰黛就是这样一个坚强 执着的女人 这个从贫民窟中走出来的传奇美丽女性 凭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时代周刊将这位化妆品女王评为二十世纪最富有影响力的二十位商业天才之一 但没有几个人知道在她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怎样的曲折和艰辛 像化妆品王国进军的时候 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创办的化妆品公司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生产 销售 运输 策划等都是她一尖挑 有时候接电话 她不得不经常变化嗓音 一会儿装经理 一会儿装财务部的总监 一会儿装运输部的负责人 但是 即使这样 她也没有一刻放弃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不仅仅是雅诗兰黛 很多超级富豪的创业史都充满了心酸 他们都经历过创业的危机 都遭遇过生意和生活破灭的绝境 松下幸之助决定创业史 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100元 连买一台机器都不够 加上她又不懂技术 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渡过难关 她不得不先后十几次 将妻子的首饰衣服送进当铺 我们可以想象她在绝境中的迷茫 困惑和痛苦 这样的压力和苦难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但是松下幸之助挺过来了 并且最终实现了她的财富梦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 结果完全因人而异 苦难对天才是一块垫脚石 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 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绝境能造就强者 也能吞噬弱者 发明家爱迪生就是面对一次次巨大的挫折 却毫不低头 经受住一次次的考验 并且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 最终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梅花香自苦寒来 面对困境 创业者必须心态平和 理智应对 不仅要勇于面对 奋力拼搏 更要沉着冷静 能屈能伸 学会微笑和坦然面对人生 如此 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 使你在事业上获得胜利 创出辉煌 在创业致富的路上 当我们久久奋斗而不见成效时 一定要坚持住 因为那时或许具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只要我们把这一步跨过去 成功便唾手可得 无论多么难 都要坚信 只要坚持就会有希望 有转机 这世界上 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 有的只是绝望的思维 只要心灵不曾干涸 在荒凉的土地 也会变成生机勃勃的绿洲 无论是创业还是守夜 都可能遇到很多问题 在创业的路上 没有谁能够一帆风顺 有些时候困难 往往会超乎你的想象 在苦难和绝境面前产生动摇 甚至中途而退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 每一个成功者 每一个企业 每一单业务的成功 都来自于积累 只有不断地积累 才有进步和发展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